花博開幕日 票卡吐槌 38000名遊客 塞爆閘門 3、2、1 緊緊緊 衝衝衝 台北國際花博博覽會 昨天正式開幕 不少民眾一早排隊等著入場 結果才正式開園不到10秒鐘 就有民眾持票卡 不管怎麼感應就是沒法進場 不少人塞在閘門進退不得 新山公園區售票系統也出現問題 延遲10分鐘售票惹得民眾不悦 連售票系統電腦也不聽話 讓民眾氣得破口大罵 這搞什麼東西 第一個系統就故障了 這個妹妹準備好 亂 非常好笑 國際大笑話 雖然經營卡門壞了不少民眾心情 但是進了園區後 大片美麗鎮豔的花海 還是讓民眾心情有所改變 最小看的方向 會場還有小孩子喜歡的彩肩遊行活動 外國團體即興表演秀 首日開幕共吸引三萬八千多人入場參觀 到了中午用餐的時間 民眾花了三十分鐘 還是找不到用餐位置 被迫露天在花浦邊用餐 越生再到 對啊 因為人太多了 今天家庭 每個大家庭都出來 所以位置太少 所以沒有 你覺得位置夠不夠啊 夠不夠 不夠是吧 還是不夠對不對 對啊 太夠吧 因為中午吃飯的人很多 不僅吃東西要搶餵 園區內的商家也跟民眾搶錢 一塊蛋糕要價一百五十元 開末日狀況連連 還是讓民眾參觀花博的愉快心情 多少受到影響 動新聞沒有唱衰花博報導 好